老师能让我改变了一些 也算是我的命运吧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希望老师想想自己 不要想太多想别人 老师是改变我命运的人 我希望老师能想着点自己 这句话是25岁的瓷娃娃刘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出的最真挚的话 刘刚口中的老师 这是几男时面素艺人高贵英 从上世纪90年代起 高贵英便开始免费 教授学生面素手艺 30余年 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而自己却一直在清贫中坚守 刘刚就是他众多学生中的一员 5月13日 记者来到高贵英 位于济南市某菜市场附近的工作室 所谓工作室 就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 高贵英平时就是在这里 教授学生面素技艺 他手拿面素 一边讲解一边示范 几名学生围坐在工作台边 认真学习 高贵英童年时 因家庭贫困 两次被送人抚养 虽然命途多舛 但他始终满怀善心 从小七八岁就没男老爹了 没男老爹家里自没六个 一个女老爹喇叭不患 就让送人 那时候就把我送给人家了 等下给人家看孩子 耍饭 刷完 媳妇管的 怎么干 跑回来了 有病 慌张病 回来了 六个孩子了 怎么办 又第二次把我送人 人家回面宿 我就 偷看一眼 偷看一眼 就这么偷学的 高贵英每天的生活 都围绕着面宿 周围很多人 给他起了个好听的称呼 面宿奶奶 工作日 高贵英在工作室内 和学生们制作面宿 周末 被带领大家 去黑股权附近销售面宿 由于高贵英的学生 很大一部分是残疾人和病人 这些学生基本上没有经济来源 在学习期间 高贵英就为他们免费提供食宿 这些食宿等日常开支 都是靠销售面宿专举的 高贵英告诉记者 除了每天解决日常开销 他还拿出自己的积蓄 帮助困难大学生 和重病患者等困难人士 接着目前 他已捐款百万余元 现阶段 高贵英正为瓷娃娃刘刚的治疗 到处奔走 刘刚是一名孤儿 一出生就被抛弃 前些年养父母又相继去世 2018年初 他来到高贵英工作室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高贵英不仅教授他面宿 还为他联系医院 宠募治疗资金 让他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因为身体状况 不说是学习 只说是上班什么的 都没有地方要我 然后是 但是这个奶奶 虽然也想让我走 但是很不下心情 我想 现在不是说是冬属书吗 如果能 当然冬属书是老师操心帮我的 我想去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站着走 如果能站着的话 我感觉我会做很多事情 由于操劳过度 营养不良 高贵英换了3D 心脏还搭了支架 看见未来7月 他说 一直以来的愿望 都是生活过好之后 给学生们换一个好一点的学习 住宿环境 让他们生活的更好一些 但一直没能实现 感谢